在模具中一颗颗圆滚滚的章鱼烧不断翻面 煎成金黄色泽在装入盒中撒上酱料配料超可口 但消费者带回去竟发现这竟然不是章鱼烧 这杏鲍菇 太扯 撕开丸子里面竟然包着杏鲍菇 没有任何一丁点的章鱼口味跟原本的差很多 上网痛批业者偷天换日 一盒六颗还卖五十元把消费者都当傻子 应该会觉得很傻眼吧 免得掉不良的话 应该要提前告知消费者 应该还是照样吃吧 回到当时店家业者表示 这是配合附近公庙活动23到26号限定的素食张鱼烧 只见摊子上高市牌标示限定素食可 但位置夹在左侧 字体鲜性也没特别换色 更没有事先口头告知 一不小心就会忽略的讯息 可能会让消费者有欺骗的感觉 他们可能没有注意 对 我三天前我就公告了 看到公告几乎都会问一下 我们都会跟他讲 我们现在都是纯述的 贩售商品的时候 一定要把重要的资讯告诉消费者 那食品的部分 当然食品成分是一个很重要的事项 尤其是主要成分 消保官建议购买前还需要 仔细查看店家看板告示 如果没有特别标示内容物或价格 产生消费纠纷 可以跟店家申请退钱或赔偿 确保自己消费权益 记者 陈广润 彭与菲 台中 裁缝不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